收禮物 收禮物有誰不喜歡的 每次開Party或者生日的時候 最開心當然是收禮物那一刻 但到我拆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忍不住要吵出來 想知道吉士專員收了什麼要爆粗嗎? 看來你就知道 當然以下只有我們的感受 說不定你們會很喜歡這份禮物 禮物來說 其實收到吃的東西真的沒什麼所謂 那些薯片啊 即食麵啊 罐頭啊 水果 那樣 幾頓宵夜 都可以做到 但如果收到臘腸 冬菇 花膠那些 你們又怎樣提示 老實說 做我一定不會做的 轉手就給了我媽媽 她都不知道多開心 除了那些吃得的東西 其實收到日常用品 都沒說不好的 不過就好像烘了一點 那些洗頭水 沐浴露髮素 牙膏牙刷瘦口水 Tample紙巾 還要不同味道各一匹 刺紙 打孖上 送夠兩條 我見過連洗衣粉都有 真是照顧你生活上的需要 不用特地去超市買 真是不能乾淨 遇見過時過節 尤其是聖誕節的時候 周圍的百貨公司 全部做著套裝大特賣 那些護手箱 毛巾 文具 餐具之類 什麼差事都說一套套賣 多好啊送禮物 大大盒 又好看又不貴 收到那些 哈哈 真是一口笑 試過一次啊 收了一盒48支護手箱 是啊 你沒人聽錯 48支 真的用到明年春暖花開時 都未能用完 最後幾經辛苦 終於送給人 不過想想 其實收到一些平時用得的東西 已經很幸福了 我就曾經在一個 加換禮物的Party那裡 就抽中了一些很無聊的玩具 例如那些屎眼 會噴一些泡泡出來的公仔 會噴上眼射你那些屎坑 嘩 拆的時候真的很過癮 你射一下我 我射一下你 還想完這些混蛋遊戲 怎麼玩這些東西 完了Party之後 你們想一塊東西去哪 當然是裝了東西 不記得拿走啦 個個都說香港寸金尺土的啦 我家屋又得豆館了這麼可愛 雖然 但我真的沒有位置放得下 送禮的你 如果不介意的話 不如我拿去救濟軍奧捐給他吧 又或者我把他送給其他朋友吧 幸好我不是一個浪費的人 如果不是 我家最適合安置他的位置 一定是垃圾桶 那次收到月曆 想起也挺好笑 有次抽中了我好兄弟送的聖誕禮物 嘩 打開一看當堂客一條 哈哈哈哈哈哈 我當堂客一條 然後得一口笑 就跟我兄弟說 你這條混蛋送的月曆 這麼糟糕 嘩 你老闆 還要是今年的 他真是夠懶死 對呀 年頭公司抽獎抽回來的 哈哈 我們即場笑到肚都痛了 明年過年的時候 我肯扒出來 看看你這糟糕會不會抽回頭 當然啦 這些說話 只能跟我們生死之家開玩笑的說 不太熟悉那些 默默地收了一份禮物就算了吧 在身邊 不知為何 有些傻傻仔低俗當有趣 跟你熟到懶就說搞笑而已 跟你不太熟那些 減死送陣陣棒呀 飛機杯呀 避孕套裝洋藥 離譜到連SM工具都試過出賣 料理露味 派對有女生在 有沒有想過她們會尷尬的 最討厭的那些仆街呢 就知道你抽中了 過幾天特地打電話來問你用了沒有 爽不爽爽的 哇 這些傻傻 真的每次派對都不要再與她 有時收到一份禮物一拿上手 感覺到臨自自 都知道又糟糕了 拆開一看 竟然真的又是公仔一隻 看著東西 有時都不知道好生氣還是好笑 放在家裡又左頭左勢 又沒有人願意交換 會道 其實如果是一個頸枕的話 我都可以搭飛機來用下的 無功仔 我真的想不到她有什麼用途 有時都不知道我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每次拆禮物的時候 我都會看到有上架的出現 我自己收過每一打都有10個8個 大哥呀 現在科技這麼誇張 每個人都傳到HARD DISC 再不然就放在USB上 連相簿都不能用 不要說是上架 但我跟女神拍照的相片都黏在牆上 如果我又是再收到上架 當然是那句 要不就包給別人 要不又是拿去救水軍 終極大哥 對呀我始終都覺得是水杯 無論是什麼類型的杯 收到那一下 我還是會沉默了幾秒 即時想起家裡的廚櫃 全部都是杯 有些是人家送的 有些是不知哪裏拿回來的贈品 我媽咯 又不捨得丟 儲存起來 整個櫃都是 好 來家現在又多隻收藏品了 好開心呀 不過正所謂物輕情意重 收到份禮物是很開心的 雖然我們就不太適合了 但是總會有人喜歡這些東西的 沒辦法啦 我唯有下次送禮的時候 爆給你們啦朋友 哈哈哈哈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留言和分享呀 如果想第一時間看到最新的影片 明吃讓我睡覺的影片 記錄訂閱和開啟鐘啦